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拯救 他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马太福音1.21分 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3.16分 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翰福音14-6 如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使徒行传4.12分 我首先所领受的传给你们的,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 他被埋葬了,据圣经记载,他第三天复活了,哥林多前书15,3-4 我们借着他的血,在他里面的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以福所输一笔七 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四个真理 一,神非常爱你 他希望你在天堂与他一起拥有永生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3.16分 他希望你和他一起过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 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他们得生命,并且得得得更丰盛 约翰福音10.10分 尽管如此,许多人并没有经历过有意义的生活,并且不确定他们是否拥有永生 二,人本质上是有罪的,这就是他与神隔绝的原因 所有人都犯了罪,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罗马书3.23分 因为贪爱金钱是万恶之源 提摩太前书6.10分 罪的公价就是死亡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罗马书6.23分 金金指定了两种类型的死亡,肉体死亡 正如按照预定,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希伯来书9.27分 精神死亡或在地狱与神永远分离 但那些恐惧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所有说谎的人都将在燃烧着硫磺的火壶中得到他们的一份 这是第二次死亡 基督是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 这是神的宣告 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翰福音14-6 他为我们的罪付出了全部的惩罚 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 义人替不义的人受苦 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 按肉身被致死 却被圣灵活过来 彼得前书3.18 我们借着他的血 在他里面的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以福所书一比七 他有永生的应许 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 但神的震怒却藏在他身上 约翰福音3.36分 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 但神的恩赐是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获得的永生 罗马书6.23分 我们需要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得救 我们的救恩是由于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而得到的上帝的恩典 因为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应酌性 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 而是上帝的恩赐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以福所书2.8-9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救必得救 罗马书10.13分 罪人的祈祷 凭着信心祈祷 主耶稣非常感谢你爱我 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请求您的宽恕 感谢您在十字架上的死亡 埋葬和复活 以偿还我所有的罪孽 我相信你是我的主和救主 我接受你的永生礼物 并将我的生命交给你 祝我遵守您的所有命令 并在您眼前取悦 阿门 果您已经相信耶稣基督 那么以下的事情就会发生在您身上 现在您已拥有与神同在的永生 插我来者的旨意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都得永生 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约翰福音6.40分 你所有的罪孽都已得到偿还和宽恕 过去 现在 将来 但这个人在献上永远的赎罪祭之后 就坐在神的右边 西伯来书10.12分 上帝眼中 你是新造的人 这是您新生活的开始 所以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看呐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哥林多后书5点17分 你成为神的孩子 但凡接待他的人 他就赐予他们成为神的儿子的能力 甚至是那些相信他名的人 约翰福音1.12分 善行不是我们得救的途径 而是我们得救的证据或果子 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唯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预先命定我们要行的 以福所书2点10分 上帝祝福你